各位冬奥快在线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讲开始我们继续讲解2018年度审计的基础班 我为大家开始介绍第三边第十二章货币资金的审计 第十二章的学习意味着我们审计循环的篇章进入到了尾声 第十二章相比于前面学习的第九、第十、第十一来说难度相对较低 考试当中出现的题目灵活性也远不如九到十一章那么高 所以这一章节的学习应当来说会比较轻松 这一章节我将为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 那首先是考询和方法的分析 其次是考点和点题的经讲 每讲结束之后我来做脉络的梳理 这一章节结束时我来告诉大家客户该如何进行复习和文顾 那首先我先来说考询和方法 这一章节在过去几年当中 历史上真题每卷子的平均分大概是在三分左右 考试的主要类型题目可以是单选题那也可以是简答题 这一章节就考试而言我想给他八个字来形容他的特点 叫做不明则已一明惊人 什么意思呢 在某些年份确实他考察就是一道单选 大概是一分 有些年份呢可能他出现在综合题当中也就是疑问 大概呢就是1.5分左右 但是在有些年份 当货币资金审计的相关知识点可以大放异彩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在AB两套试卷当中 同时命制一道简答题 比如说2017年 A卷和B卷均有货币资金审计的六分简答 因此呢以这样的一种考试 相应的命题风格算下来 平均每卷是三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在有些年份他真的是可以考察到一道简答题的 他的重要性还是蛮高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命题的特点 那主要因为货币资金审计 无论是在审计实务当中 还是在我们很多的调研项目当中 我们会发现 很多的审计失败的案例 或者说上市公司舞弊的案例 其中最为严重的 最切中要害的 均往往来自于银行存款 货币资金相关的领域 是值得注册会计师非常要预关注的 那因此在考试当中 我们也不能调以轻心 考察您简答题 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一章节的实务性呢 依旧不是特别低 但是呢相比于9到第11章而言 实务性也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灵活 所以相对来说 学习的友好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章节我想说的是它的特殊性 它决定了我们的复习方法有所不同 比如说第9章第10章第11章 我们都会发现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内容 出现在综合题当中 考察您风险评估 考察您实质性程序 在具体的某个案例当中的运用 但是货币资金审计呢 你说它是一个循环 我更想把它比作一个中转站 什么意思呢 销售我要去收款 采购我要去付款 生产与存货循环当中 也免不了跟货币资金 要产生密切的联系 我们教材之外的 还有应付职工薪酬 人力资源循环 还有投资和筹资 都涉及到像员工支付工资 对外投资 或者进其他第三方取得融资 那这些行为 都要在货币资金这里进行中转 那因此它是审计循环当中 审计实务当中比较特殊的部分 基于它的特殊性 我们应该将学习的重点 放在银行存款这样一个领域内 那因此相比于在综合题当中 去考察风险评估 那这一章节的内容 它反而更适合命质简答题 这一章节呢 它其实侧重于考察的内容 主要在于货币资金的实质性程序 而其中最为典型的 尤为突出的 那当然是银行相关的一系列程序 比如说韩证 比如说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现金的键盘 其他货币资金的审计程序 实务性呢 相对来说是中等水平 灵活性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要侧重于去掌握教材 所涉及的审计程序的要点 下面我来说 这一章节的考点和经典的习题 我们先来看考点一览 12章由于内容不是特别多 那因此我不再给大家分解阐述 一共呢给大家就介绍7个考点 这7个考点呢 其实就思路而言 那仍然是风险评估到 风险应对的这样一个思路 比如说第一个 第二个考点 我给大家要介绍的是 货币资金业务循环 以及其中的一些 关键的内部控制 所谓这些内容 就是为了让大家 对货币资金相关的领域 建立一种了解 好 了解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要识别和评估 重大测报风险 那因此我们要知道 在货币资金审计当中 有什么样的事项 和什么样的情形 值得我们去关注 有哪些风险评估的要点 那接下来有了风险评估之后 我们进行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测试内控 另外一条路是做实质性程序 好 这个思路仍然不变 那考试的重点呢 一定是放在五六 这两个方面 是关于现金和银行存款的 相关实质性程序 考核起来 概率比较高 考评比较高 而且考试的重要性也比较强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个介绍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思路 首先我们先来说 了解这样一个循环 第一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但是有助于大家 建立货币资金 和其他循环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在这 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给大家普及一下 为什么我想把货币资金 比作是审计过程当中 各个科目的一个中转站呢 其实你通过这张图 就能够比较明显的看出来 比如说货币资金的借方 它代表了货币资金的增加 什么样的事项 会导致货币资金增加呢 比如说销售与收款 我卖了货 我会收回钱 再比如说 筹资循环当中的筹资活动 我自银行取得一笔长期借款 或者我发放企业的一些债券 取得第三方的融资 那都会导致货币资金增加 那代方意味着货币资金的减少 什么样的情况 会导致货币资金的减少呢 比如说采购 我支付原材料的价款 生产与存货循环当中 我向生产工人支付工资 或者我购买一些 相应的配件和原材料 人力资源与薪酬循环当中 发放奖金 缴纳社保 发放工资 那无庸置疑 都要经过货币资金 投资与筹资循环 我对外投资 我形成了金融资产 或者长期股权投资 那也免不了 要有货币资金的减少和支出 好了 这个循环 与各个循环之间 均有密切的联系 这是它中转战的地位 大家了解即可 知道了这个循环 与其他循环的关系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 对于货币资金在企业当中 一般会建立什么样的 内部控制的流程 政策 程序 这个大家所要基本了解 首先 在货币资金循环当中 我们特别强调 要做好岗位的分工 以及授权和批准 换言之 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 职责分离 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在货币资金 各个业务当中 各个过程 循环 环节当中 都会涉及到多个要点 打个比方 比如说采购 那采购 有人要去采购 有人要去验收 验收之后 有人要去交付和使用 有人要办理付款 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有同样的一个人 把货币资金相关的事情 全部都包揽于一身呢 我们说不能 以避免说 一个人操纵 全过程而产生 侵占资产 或者编制虚假报告的 舞弊行为 所以对于一般企业来说 你会发现 不是由一个人 去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 全过程的 该记账的记账 该去付款的付款 有会计 有出纳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形象化的例子 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下心情 这个例子来自于我们的范永亮老师 范老师在过去一些年当中 我听范老师讲过这样一个例子 我印象尤为深刻 现在我想分享 传递 传承给同学们 范老师有一年 在外上课 上完了课之后呢 其实有一个环节 需要结算课筹 大家知道 老师上课 赚取课筹 这也是一个应付职工 工资循环审计当中的一环 然后在结算课筹的过程当中 等了很久 那等了很久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觉得说 怎么会让我等这么久 然后呢 相关单位的人员告诉你说 说范老师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有内部控制规定 说我和您对接 但是呢 我却不能去办理货币资金的支付 我不能经手现金 一定要等我公司的某个 专门负责现金管理的人员到了之后 我才能去办理 那因此耗费的时间比较长 范老师说 我百分之百的理解 因为我学审计 我教审计 我教的就是内部控制 这个故事呢 让我印象特别深 也记住了 为什么说 不能由一人 办理货币资金业务 循环的全过程 也比较有趣 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例子 能够理解这个知识点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考点 这个考点呢 是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的一些行为 出纳这个词呢 其实来源于我们中国 很早很早就有了 出呢 大家都知道 支出 纳是什么意思呢 土固纳心 纳是进入的意思 换言之 出纳就是一出一进 办理货币资金的收复的过程 这样的一种职责和人员 那这样的一个职责和人员 你就知道 它是经手货币资金的 那因此有些事 它不能做 比如说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等集合工作 好 什么叫集合 什么叫做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这个到后面会给大家详细去解释 大家到现在 您简单的理解 出纳人员他日常有工作 他做的工作叫做登记银行存款日记账 好 他登记的日记账准确吗 有没有问题呢 我们要派一个人来进行集合 这个集合的工作就免不了 要把出纳人员登记的日记账 和银行提供的对账单来进行个比对 那比对如果实现差异 那这些差异可能就要反映在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当中 你先跟着我简单的理解 然后你究其本质 你会发现 编制余额调节表的过程 是对出纳人员的工作进行 稽查进行复合的过程 那根据我们说职责分离的一般原理 申请审批 复合这些环节要相分离 那因此出纳人员不得编制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此外呢 出纳人员不得兼任会计档案的保管工作 什么叫做会计档案 由会计人员编制的凭证分路 那这些不是出纳人员的职责 他不予经手 但如果考试在这告诉您说 出纳人员同时 负责兼任固定资产卡片的管理 这可以吗 也就是说被审计单位 比如说冬奥 我能够看得到前面有电子黑板 有计算机 有键盘 前面呢 有录像机 这些叫做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由谁管理 有一张张卡片 这个卡片交给出纳人员行不行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属于会计档案 所以在这你简单的辨析一下 也就是说会计能做的 出纳不要做 接着收入 支出 费用 债权债务 资产负债权益等等 账目的登记工作 你知道做账 那就是会计人员的工作 出纳不应经手 所以总结一下 出纳人员 他要做的事 要和会计人员进行职责分离 这个内容在考试当中 是可以考察到的 如果在某个环节当中 你会发现 说出纳人员做了 他本不该做的事 那有可能是内部控制 设计是无效的 存在缺陷的 或者执行当中有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说的职责分离 那接下来呢 有一个环节 叫做流程的办理 这个流程办理 其实大家看到这里 你会稍微有一点点熟悉 因为在第七章 我给大家讲一个程序 叫做穿行测试 穿行测试当中 我正是以此为例 给大家做的介绍 大家也能够看得到 从支付的申请开始 一直到最终的办理完结支付 那这个过程 不就是支付的流程 全过程吗 那穿行测试 也可以了解这样一个过程 一般来说 要有人申请 申请什么 这个款项用来做什么 多少钱 预算是多少 怎么支付 电子支付 银行支付 还是现金支付 接着呢 要有人审批 比如说我要花钱 去买一台电脑 我的主管领导 要审批通过 接下来财务部门来说 一般要复合 出纳人员呢 也要去检查 进而如果无误之后 出纳人员办理支付 并且去登记 库存现金的 或者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这个过程 大家简单的了解 那接下来 在货币资金的 内部控制当中 我们除了岗位分工 和授权批准以外 我们还特别强调 现金和银行存款 要进行积极的管理 这个管理 大家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一个称之为入账管理 一个称之为对账管理 还有一个 我们将其称之为账户的管理 对于账户的管理 和入账 以及对账的管理 我们将其结合在一起 为大家去介绍 首先什么叫入账 你收到现金 要及时的存入银行 你不得坐之现金 好 什么叫做坐之现金 我收到现金之后 我就放在我的抽屉里 花钱的时候 直接从抽屉里 就拿钱 出去进行支付 不经过银行 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是明令禁止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要避免一些风险 或者你站在监管的角度 要避免一些 涉及到金融的一些 违法犯罪行为 比如说洗钱 大家都会知道 如果经过银行 那我们的支付和收款 是要留下痕迹的 它是有追踪 有记录 可以追踪到的 可以检查到的 但如果是现金直接支付的话 存在比较高的风险 因此如果你需要去坐之现金 一般来说要报经开户行 审查批准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同时货币资金 它的收入必须要及时入账 不得私设小金库 不得设置账外账 我们严禁收款不入账 也防止说虚假报告 亦或者是侵占资产的舞弊行为 那此外 对账的管理当中 我们要有专人定期的 去核对银行的账户 每月至少核对一次 要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对于现金的部分 要定期不定期的 进行现金的盘点 以保证 我们账面记录的现金金额 和实际库存的金额 是相互一致的 是相符的 如果不符的话 我们要及时的去调查 到底造成不符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呢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里我们又提到了账户 那一般来说 银行账户的开利也好 变更也好 亦或者是最后的注销也好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需要在内部 履行必要的申请和审批的手续 所以账户的管理 它融合在了对账和入账管理当中 那接下来 对于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当中 我们还涉及到了一些票据和印章 我们要求企业 你要加强对于票据和印章的管理 比如说银行的预留印件 对于财务专用章 应该由专人保管 个人名章 要由本人或者授权的人员保管 我们特别忌讳什么 一个人保管所有的印章 也就是说 来一项业务 他自己抽屉里面二十几个章 啪啪啪 全盖完了 然后这个业务就做完了 没有人对他进行监督审核 没有人对他形成制约 可能会导致内部控制运行无效 那因此我们严禁一人保管所有的印章 好 这几个问题我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的问题 可能大家平时也会经常见得到 叫做报销管理 对于报销管理 相信视频前的同学们 您所在的企业 也会有相应的报销制度 也会有相应的报销手续 和付款的凭据需要您进行提供 有了这些提供之后 相应的人员要加以审核 如果有问题的 可能还会给您打回来 您要做做修改 那审核无误之后 才会给您提供报销 然后报销款打到您的银行账户上 所以报销管理也要有流程 有制度可以遵循 好 讲完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说了这么多 我就想落到实处 金老师请您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要不要备 要不要记 考试怎么考 那接下来我通过几个举例的方式 来给大家掌握一下 我首先来说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不需要大家死记应备 你跟着我听听几个案例 你看一下 你能不能把这些干颜 这些原则 运用到解题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A注册会计师 审计甲集团有限公司 他遇到以下的类似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在做内部控制测试的时候 好 大家首先要知道 我现在做的是内控测试 内控测试 它的关注点 着眼点就在于说 内部控制运行有效吗 好 第一种情况 我们发现 A注册会计师想要测的是 被审计单位 是否按照了规章制度 每个月均编制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按照规定 应该是每个月都要编制的 那我按照审计抽样的办法 我抽出了若干的样本 在抽出的样本当中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样本当中 是存在问题的 这个样本的问题在于说 这个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是出纳人员编制的 但是我会发现 相比于会计人员编制的 出纳人员编制的这一份 质量也非常高 没有什么问题 找不到什么漏洞 甚至更有甚者 它比那个会计人员编的还好 还漂亮 写的字迹还工整 那因此注册会计师发现说 编制当中 我没有发现编制的任何错误 因此认为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这个呢 大家显而易见 你都知道 这个做法肯定是不适当的 那原因该怎么说呢 我希望大家从两个角度 跟着我来理解一下 第一个角度 我们站在第十二章的 相关支点的角度去分析 我说 出纳人员 他不得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否则 他没有满足职责分离的要求 没有满足不相容岗位 相互制约分离的要求 那因此 他可能在设计上 他就是无效的 所以存在缺陷 所以你不能认为运行有效 第二个情况 我想请大家跟我联系一下 第八章学习过的知识 我说过 当你进行检查的时候 你发现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没有发现错报 因为刚才题目不是告诉你了吗 没有发现任何错报 好 没有错报 我能推导出来 内部控制运行有效吗 你注意 第八章告诉你说 你不能这样去推导 即便没发现错报 你也不能去验证说 内控就是一定有效的 如果反之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如果发现了错报 我们很有可能要去考虑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我要去考虑一下 内部控制是不是没能够 及时的防止发现并纠正 所以这第一个例子 考虑当中可能以这个角度 给您出题 然后顺带着 我们把第八章第十二章的知识 来做一下融合 第二点 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还需要结合的一个点是 比如说 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它有两个印章 一个是财务总监的人名章 一个是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专用章 他告诉你说 说人民章由财务总监D亲自保管 专用章 由财务经理M来进行保管 当财务总监出差时 他的人名章交由M进行管理 好了 这样的做法是否存在不当之处呢 内部控制存不存在一些缺陷呢 你要想想 刚才我们讲过 我们严计一人保管所有的印章 否则的话 当财务总监出差期间 财务经理他既有人名章 又有专用章 他很有可能循私盲法 很有可能公款私用 很有可能发生虚假报告或者侵占资产的舞弊行为 所以在这里大家还是要注意 人民章专用章相互之间要进行制约和制衡 不得交由一人保管所有的印章 这里呢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大家也都知道有一名历史人物比较著名 慈禧太后 大家都听过 慈禧太后呢 她其实是咸丰皇帝的贵妃 在咸丰皇帝离世的时候 她是蓝贵妃 但是当时其实有皇后在位的 之后呢 慈禧太后的 她的儿子被立为了后任的皇帝 那历任皇帝的时候呢 咸丰皇帝就把慈禧太后和当年 所在的位的皇后慈禧太后 两者交道立体 分别有两枚玉玉玺和印章 说凡是小皇帝未来要颁布诏书的时候呢 在诏书前需要加盖一枚 诏书末尾需要加盖一枚 慈禧和慈安一人拿一枚 为什么要这样 你看 同样的章不能交由一人保管 否则难以实现相互的制约 那因此通过这样的形式 我们的中国历史上 大家也在用 是个常识 不是审计当中所特有的 后来大家也知道说 慈禧太后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 到现在是未解之谜 她呢 然后突然离奇的就死亡离世了 之后自己太后 统领中国的若干年 你也知道 很多地方是相对来说比较嚣张把护的 所以借助这个例子 大家掌握一下 在这个循环当中 你要把握好的就是控制要点 接下来来说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说货币资金审计当中 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事项 或者一些情况 关注什么事项呢 什么情况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有可能存在5B风险的一些迹象 你要保持警觉 比如说举例 说贝省单位 它的现金交易比例比较高 而在所在的行业内 大家一般呢 都是用银行存款结算的 这个结算模式 贝省单位和行业内的做法 不太一样 那因此呢 我要想想 贝省单位 为什么对现金交易 特别的依赖 是不是有可能 参与到了一些洗钱 或者其他的 一些不规范 或者说 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的交易当中 第二个 银行账户的开立数量 和企业实际的业务规模 不匹配 比我的企业来说 也就是在中国北京地区 有一些小范围的业务开展 但是呢 开了258个银行账户 遍布中国各地 遍布大江南北 这开设数量和 经营业务模式不匹配 我要想想 开的这些账户 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是不是有可能 其中有5B 有猫腻 有串通 有零价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三个 在没有经营业务的地区 开立银行账户 我记得我在前面 给大家讲 韩正专题的时候 我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 我说在有些情况下 被审计单位 在一个根本没有 经营业务的国家地区 开设账户 但是又给不出来 一个合理的解释 注册会计师 这个时候要保持警觉 要想一想 被审计单位 是不是有可能 在该地区 该国家 它有可能有洗钱 等类似违法回归的行为 再比如说 企业资金存放于管理层 或者员工的个人账户 这个内容 大家要关注 对于管理层 或者员工 它的个人账户 这叫做 私账户 用于公用 公私不分 公私不分的情况 很有可能导致 我们在第13章 也会给大家讲到 管理层或者员工 将其部分个人费用 和企业的费用 将会混杂 导致内部控制 当中一些要点 没有办法得到执行 所以这个 也是我们所禁止的 有可能是 5B风险存在的领域 再比如说 银行存款的明细账 存在非正常转账的 一借一代 这个在实务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 也都会告诉我说 老师我也见到过 这样的情况 这不就是刷流水吗 什么叫刷流水呢 比如说转入一千万 然后呢 再立即转出一千万 然后这么一看 说每个月 转入的金额 真的还挺多的 然后转出的金额呢 我们一看 其实也都转走了 实际上呢 并没有形成 实质性的业务 它很有可能是 出于某些目的 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操作 来刷取银行的流水 所以这个 也有可能是存在5B的 再比如说 存在大额的外币收付记录 但是我们根本上 不涉及外贸业务 那我想想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币交易 是不是也有可能有5B 再比如说 长期挂账的大额预付款项 我把这个钱付出去了 然后呢 挂账挂了很久 这笔钱 到底我是采购了设备呢 还是形成了费用呢 享受到了服务呢 还是购买了资产呢 被审计单位 没有办法提供合理的解释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要想想 是不是其中有可能有5B 是不是有可能 我给关联方 无偿的占用了部分的资金 又或者是 是不是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或者员工 将被审计单位的款项 挪作私用 支付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然后呢 一直无法收回 再比如说 付款方的账户名称 和销售客户名称不一致 收款方的账户名称 和供应商的名称不一致 比如说 付款方 本来是A客户 问我买的东西 付款的名称呢 是B 本来我的供应商是C 但是 收款方 仍然收到的是B 那因此我要想想 B到底是谁 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关联方 和我配合着 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串通5B 在侵占企业的资产 或者编制虚假的报告 再比如说 存在 没有具体业务支持的 或者与交易不相匹配的大额资金的往来 有一笔大额款项入账 但是我发现根本没有具体业务的支持 或者我的交易规模根本容不下这么大额的资金 相关的收复活动 我要想想 是不是有可能涉足洗钱 或者等等某些领域 这九项 我还是给大家提出的要求是 不要求您背或者记 但是考试当中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 我希望大家 您要做的也就是这四个字 叫做保持警觉 如果出现这些事 您要想想 它真的合理吗 如果不合理 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有5B的风险 这是我们说的 在货币资金审计当中 你所要关注到的一些事项 我们来看一个模拟题 简单的鞏固一下 说注册会计师在对被审计单位 实施风险评估时 发现 未经授权的人员 接触现金的情况 什么意思呢 一般接触现金的 拿着那个保险柜钥匙的 比如说出纳人员 他是经过授权接触现金的 但是我发现 销售部门的有个员工 他经常过来 把那个保险柜说开就开 说关就关 这样的情况有可能造成什么呢 你不用往后读 你就想一想 未经授权接触现金 有可能造成现金的丢失 或者挪用 也就是说 在账面记录了100万的现金 实际上其中有10万元 早就被人挪用走了 你账面上还是100万 你从认定的角度去想 这叫什么 这叫账面记录的资产 但是并不真实存在 所以我们如果在评估 重大凑暴风险的时候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把货币资金的什么认定 评估为重点的审计领域呢 那当然是存在认定 因为账面记录的货币资金 很可能已经不真实存在 而B 满整性 计价分摊权力和义务 并不是本体的最佳选项 所以选项A 如果未经授权接触现金 很可能导致货币资金的不当减少 被挪用 然后被侵占 从而导致货币资金账面的金额被高估 违反存在认定 再来看一个模拟题 这道题目的是多选 有关于内部控制 让我们去选 下列关于货币资金的内控当中 哪些存在缺陷 来看A选项 说对于审批人 超越授权范围审批的货币资金业务 经办人员先行办理之后 需要及时向审批人员的上级授权部门进行报告 什么意思呢 画个图 比如说审批人是A 经办人员是B 上级授权部门是C 现在 B呢 他要进行现金的收付 比如说他要支付一笔现金 假设支付的是100万 但是B呢就跟A说 说这100万的资金呢 你要注意一下 他已经超越了你的审批权限范围 公司告诉你说 你能审批的就是50万 超过你审批权限的怎么办 找你的上级领导C C可能才需要进行审批 那A这时候说没事 我大笔回我签了字 出了事我单整 那这不是影视剧当中常见的桥段吗 你再看到这种就知道 他违背内部控制的原则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B应该拒绝办理 能不能说我先斩后奏 我先给他办了 然后呢我再去跟C 打小报告 这样行吗 你注意一旦你给他办了 很可能造成企业资产的流失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拒绝办理 而不是先办理 再报告 所以A选项是错的 再来看B 说不得签发 取让 转让 没有真实交易 和债权债务的票据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符合票据管理的相关要求的 再来看C 说出纳人员 应当根据复合无误的支付申请 按规定去办理货币资金的支付手续 及时的去登记 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出纳人员负责什么 我说过 一出一进 负责货币资金的收付管理工作 对于收付管理 我花了一笔钱 我入账了一笔钱 我及时的做登记 登记在什么呢 如果是银行的 登记在银行存款日记账 如果是现金的 登记在库存现金日记账上 所以C选项的说法是正确的 再来看D 说出纳人员支付货币资金之后 应该及时的去登记 应付账款明细账 应付账款明细账 它是负债的相关会计记录 那负债的会计记录 应该是由会计人员来进行登记的 而不是出纳人员 所以这道题目存在缺陷的 应该是选项A和选项D 好 对于选项A选项D 它其实考察的内容 都是出纳人员的职责范围 这是考试当中比较容易命题的领域 大家要稍微的进行下关注 讲完了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思维和认识 我们介绍的应该是 货币资金这个循环 然后内部控制 然后给大家简单的演练一些习题 告诉了大家要关注哪些舞弊风险的迹象 那接下来我们站在风险应对的角度 来看如何测试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控 分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库存现金的控制测试 第二个维度是银行存款的控制测试 这个思路还是一样的 有什么样的环节 有什么样的内部控制的政策和程序 注册会计师就会做出怎样的测试程序 这个程序无非还是有四项 前面反复给大家总结 不就是观察 检查 询问和重新执行吗 我们一次来看 你看第一个环节 说现金的付款需要进行审核和复核 也就是说不能随随便便付钱 要有人进行审批的 那内部控制是什么呢 说部门经理 他负责审批本部门的付款申请 我的部门内有人想要花钱了 到我之前来打个报告 然后呢我要复合无误 然后签字确认 财务经理在此基础上要再次复合 所以一般的企业 都是我自己的部门内部 我复合一遍 然后到了财务部呢 我再复合一遍 那如果说我复合无误之后 我才能够去签字认可 然后安排付款 那注册会计师如何测试呢 我们按照我们的常规方法来考虑 先来想想询问行不行 当然没有问题 我可以询问部门经理 我可以去询问财务经理 你是如何进行审批 你是如何进行复合的 所以询问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我说过 仅询问程序是不足的 还需要将询问程序和观察 检查 重新执行等其他程序相结合 那比如说我可不可以观察呢 当然没有问题 你说你是复合 你说你是审批 那我就观察一下 你是否有这个复合和审批的过程 你是否核对了相关资金的用途 金额后付的原始凭证 当然我还可以检查 检查什么呢 检查你的复合记录 你是否在复合无误之后进行了签字确认 必要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做下重新的核对和重新的执行 比如说已经经过审批的 已经经过复合的付款申请单 以及相关的金额用途后付的相关凭据 我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复合和检查 那必要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 有没有必要注册会计师 把被审单位做过的 我再独立的做一遍 所以在这儿无需背计 还是那几个原则 你做了什么我就问你 你形成了什么单据我就检查你 你在做什么我就观察你 必要的时候 我把你做的来做一个重新执行 这第一个环节 再来看第二个环节 实务工作当中还经常遇到现金盘点 现金盘点怎么做呢 比如说会计主管 他指定应付账款会计 每月月末对库存现金进行盘点 编制盘点表 然后将盘点余额和盘点日 现金日记账的余额进行核对 比如说你日记账寄了 还有25元 你去盘点发现只剩24块 那你说还有一块钱哪去了呢 被审单位的一个会计员工告诉你说 我趁那个谁谁不注意 我到保险箱里偷了一块钱 出去买了两根冰棍 当然现在一块钱也就买一根冰棍 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发现了可能会有盘点当中形成的差异 你要及时进行调查和说明 此外呢会计主管 复合库存现金盘点表 如果金额超过两万元 当然在这呢 实务当中这个金额 不同的被审单位 他可以不同的定义 在这两万元只是一个案例 需要去查明原因 并且报经财务经理批准之后 来进行财务处理 你要看一看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差异 为什么会盘赢或者盘亏 那既然你做了这些注册会计师呢 就可以执行注快的程序 比如说你说你要进行盘点 我就来观察一下 你是如何盘点的 比如说 你说要编制盘点表 那我来检查一下 怎么编制的 有没有人签字和复合 你说超过两万元的差异 有人进行跟进调查 那我来看一看 怎么进行调查的 谁进行调查的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 所以我要检查你的工作成果 所以还是一样 你做了什么 我问什么 你形成了什么 我查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看什么 那大概就是内部控制测试的一个基本思路 这是库存现金 我们再来看一下银行存款 对于银行存款的控制测试呢 其中有一个是账户的管理 对于账户 我前面说过 有可能要开利 有可能要变更 有可能会发生注销 开利呢 比如说 我今年 现在招商银行某某分行 中国银行某某分行 开利一个账户 变更呢 也是可以的 账户当中有些信息要发生更改 注销呢 比如说大家也都很清楚 我某某银行的某某账户 我本期不再使用了 我办理注销 这个过程 你说我能够随随便便 想开就开 想关就关吗 没有那么随心所欲 必须要有内部控制制度 一般来说 会计主管需要根据 被审单位的实际业务 和银行账户的开利 变更 注销 提出申请 一般来说要有人 审批通过 比如说 财务经理要经过审核 总经理要进行审批 他们都审核 审批无误之后 我才能够进行开利 办理 变更和注销 好了 注快如何测试呢 还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是说有审批吗 那我就问问你 本年的开户变更撤销 情况怎么样 你开了多少 变了多少 撤销了多少 你先告诉一下 基本情况 如果一问三不知 我就想想 你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内部控制 根本没有得到一贯的执行 此外呢 你不是说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有人审批吗 那我就来做下检查 那这个申请单 你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财务经理 和总经理的签字和审批呢 如果有的话 才叫内控运行有效 如果说很多情况下 只有财务经理审批 总经理都没签字 那这个银行账号 照样呢 已经开设办理完毕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也要想想 是不是有可能代表了 内部控制运行无效 再比如说 在有些情况下 我要每个月去编制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谁来编呢 肯定不能是出纳人员编 一般 要是某个会计人员 来进行核对 然后编制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如果存在差异的话 这个差异如何进行 说明和处理呢 我们下面一讲 我给大家详细做介绍 这项你就知道 如果有差异 你要去调查原因 然后要对差异进行调节和说明 此外 会计主管 我要去复合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你编完了 有人审核 有人批准 对需要进行调整的项目 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然后呢 要进行签字确认 注册会计师的角度 如何进行内部控制测试呢 你说有人编 比如说会计人员编 你说有人审 比如说财务经理 会计主管审 那我就来问一问 你是怎么编的 你是怎么复合的 所谓编和审的过程到底是什么 你说你有这样的内部控制 会形成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而且还会签字确认 那我就要查一查 你是如何编的 编了没有 有没有人签字确认 你说如果有调节项目 我会进行及时的跟进处理 那我就来检查一下 有没有跟进处理呢 有人相关的签字复合 代表了这个处理的过程 已经顺利完成吗 所以还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结合四项程序 对内部控制的程序 能够进行设计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有关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相关内容 讲到这里呢 第一节的内容就给大家快速的串了一遍 重点的内容呢 不是特别多 有这么几个考点 大家需要关注一下 大家跟着我 再来做一下脉络梳理 这一节介绍的内容 那首先是了解这个循环 了解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呢 我给大家说 我说它是个中转站 它和其他各个循环之间 都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这个大家要建立一个宏观的认识 知道它是与各个循环都密切联系的之后呢 大家还是要了解 其中有一些关键的内部控制 这关键的内部控制 可能有这么几项 我们需要掌握的 比如说第一个 是出纳人员 它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这个职责大家所需要掌握的是 一定要和会计人员能够做的事 进行明确的区分 要知道它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常见的 比如说不能做的 会计人员做的事 它都不能做 再比如说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这个它能做吗 你注意不能 会计人员记账的事 比如说收入 费用 资产 负债 这都不能做 那出纳人员能做什么呢 你注意一下 一个叫做 银行存款日记账 那另外一个 叫库存现金日记账 这些 这些它是可以进行登记的 所以这个要作为一个重点 要把它把握好 此外在这样的一个内部控制的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 我们要明确 款项要及时的入账 其外呢 账户的开设 变更 注销 登记 你都需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和审批 再者 你在办理支付的时候 要有申请 要有复合 要有批准 之后才能办理支付 再者 备审单位 对印章 印件进行管理的时候 你不得 让一人保管所有的印章 所以这些常见的内部控制 我们所需要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这些不需要大家备 考试当中 可能是一个案例 让你灵活的运用 然后你在其中能够截取出案例的要点 我认为就足够了 这是我们说的 了解这个循环 在了解的基础上呢 我给大家说 你在识别和评估风险的时候 大家你要注意 这个风险可能来自于什么 一方面 你要学会跟认定相互联系 我借助一个题目 带着大家了解过 比如说 现金或者是说 货币资金的存在认定 有重大错报风险的情况 大家结合 那道单选多选题 与掌握 当然此外 教材当中 还给你列举了若干的情形 这些情形呢 它背后很可能有舞弊风险 那因此注册会计师 要对这些情形 保持职业怀疑 这个仍然不需要大家死经备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考试出来的时候 它一定是在一个 比较灵活的案例当中 考察大家 对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 你又没有意识到 它可能存在舞弊风险 所以这是风险识别和评估 我们所介绍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风险的应对 应对的两个途径 这一讲我们介绍的是第一种 就是所谓的控制测试 在做控制测试的时候 分了两个维度 一个是库存的现金 那另外一个是银行的存款 对于库存现金呢 大家所需要注意的是 比如说对于库存现金 它的盘点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处理 这个你稍微掌握一下 对于银行存款 你要注意一下 账户 它的开办 变更 或者说注销 这个过程不能是为所欲为的 有人要进行审核 有人要进行处理 此外呢 对于银行存款 你还要注意 它要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好 大家所需要掌握的是 对于这些内部控制 如何进行测试呢 方法无非就有四个 那常用的就是询问观察检查 所谓询问观察检查 我一直在给大家 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在说 也就是你做了什么 我就问什么 你形成了什么 我就查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就看什么 这叫做询问检查观察 这些程序在考试当中 可能会给大家设计出来 让大家做阅读理解 以及背景当中 你能够做出一些改错或者指错 这个基本思路呢 和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对于内部控制的要求 它内在都是一致的 比如说 仅询问程序不足 检查的时候 我一定要全方位 全环节的要观察到 我一定要注意到每个细节 比如他说要签字 但是签字之前 他要做复合 那你检查的时候 你要去看 你真的复合了吗 复合之后 你真的留下了签字吗 你复合的过程是怎样的 观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要去考虑 观察程序的可靠性 要和其他程序相互结合 比如说 询问程序不足 那你要靠观察 来做一下补证 所以这些基本的概念 大家在考试当中 应该是会形成一种 基本的思维 并不是一个死尽背的要求 所以这一节呢 你说它比较活 确实也挺活的 但你说它比较学习 没那么难 那确实也是 不需要大家背记很多的东西 你跟着我听懂了 知道考试 会一个什么样的切入点 去考察到你 我认为呢 就足够了 好 那讲到这里呢 我就先给大家把第一节 有关相关的内容介绍完了 那本章的重点呢 肯定不在第一节 后面的一节 我给大家会去讲 有关于实质性程序的内容 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为重要 所以本节内容呢 大家侧重于抓重点 把那些要点抓准了 我认为就足够了 好 各位同学 你们学习辛苦了 本讲我就先到此结束 各位同学 再见